花莲施工所和日本圣岗市地盟友好城市一周年 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 两地是采用了远距视讯直播的方式 来进行周年庆祝仪式 同时花莲也设计了一个装置艺术品 来纪念两个城市地结的周年活动 花莲施工所与日本圣岗市地盟友好城市一周年 26号上午双方透过了视讯直播方式 同步举办庆祝仪式 两个城市都特别安排了热闹喜庆的表演节目 来做开场 接下来由双方首长 名义代表志祝贺池 并且同步为花莲市设置的 纪念装置艺术品来进行揭牌 今天这仪式是从2000年就酝酿到现在 那我们谢谢美轮饭店已故的王董事长 那之前签线让我们所有的一个圣岗山车能够来到花莲 那也非常感谢历任的县长对于圣岗山车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终于在花莲也跟圣岗市来做一个纪念的一个装置艺术的落成典礼 那也非常感谢去年我们跟圣岗市能够有缘分可以牵起友谊的桥梁 那在今年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持续交流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圣岗市跟花莲市满满互相的一个城市交流的一个情谊 那在今天我们完成的这个装置艺术品 也希望明天过后那有更多的好事能够发生 那也希望疫情趋缓之后我们可以出国拥抱彼此 也可以欢迎所有国际的朋友来到花莲来互相拥抱彼此 市长温嘉贤表示即使在肺炎疫情紧张时刻 对于国际友好城市的关怀并不中断 除了寄送防疫物资 也透过直播视讯来保持城市间的友好往来 市长也期盼肺炎疫情赶快结束 让国际间的往来交流可以早日回复 也促进花莲的国际交流能够更加的活跃 借里会欢视报道